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牙记师师太迪 首先呢先恭喜大家 8月1号考完国考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 我考国考的悲惨记录 我想有些人可能已经很开心了 就是知道自己考上了 那有些人还在等待 就是说学科可能差一题两题 然后数科可能有科错的 还是不确定的 没把握的还在等待 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的煎熬 然后我跟大家一样也是非常煎熬的 所以今天要分享我的故事 就是带大家一起度过这一个煎熬的时间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至少我们今年呢 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考试嘛 这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 这次考试一样是在礼拜天跟礼拜一 所以我呢 大家知道我不是本科生 我以前是读医检的 一简直考两天 就是六跟日 考六大科 那六大科之后就是第一天考四科嘛 第二天考两科 考一天半 因为是要考牙记师嘛 108年度的牙记师高考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礼拜天跟礼拜一谁会考试啊 礼拜一干嘛考试 礼拜一不是要上班吗 所以 敌人来说应该是礼拜六或是礼拜天吧 然后那时候我就订这个住宿的地方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去这个 黑猫亚舍 放在这边 就是我去那边住了两次 他离考试院还蛮近的 那虽然他有一点点 旧 但是其实很便宜啦 那间很便宜 那间有两只小黑猫 很可爱 那那间就是一个上下铺 好 那时候我就是要触发去考试嘛 然后就想说 啊 我就是在想说 应该是六日考试吧 礼拜一要上班 礼拜一要上班 然后我就订了一个五六日的 然后就想说 礼拜天考完了 就要出去玩了 所以就订五六日两天 然后我第一天就是要坐 中台嘛 然后去那个火车站 去台中火车站 然后要坐车去那个 去台北 然后再从台北火车站 坐那个捷运去景美站 我记得 我记得那时候是这样子 那时候就是 在设厂的时候就在想说 六日六日六日 然后我礼拜五 要赶快赶紧出发 赶紧到 然后礼拜五 我就在火车上的时候 去问我同学 欸明天要考试耶 你们都不紧张吗 他就说 蛤 他就说蛤 明天要考试不是礼拜天跟礼拜一吗 我说真的假的 礼拜天跟礼拜一 那时候我就整个 啊 这是我 这是我考试的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出的那个出状况 就是我以为是 礼拜天 礼拜六跟礼拜天要考试 结果是礼拜天跟礼拜一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 误以为是要 礼拜六过礼拜天考试 就是第一天 礼拜五我就 啊 就礼拜五到了嘛 礼拜六没事干 所以礼拜六就是在看书啊 看了一 看了一整天 然后一直到礼拜天嘛 然后礼拜天又要退房 所以我那天 礼拜天就是背着我的所有那个行李啊 还有书 去到考试院去考试 因为刚刚还有同班同学嘛 然后他们就 留我到 去他们那边饭店住 就是礼拜天的晚上到礼拜一 礼拜一的考试 好 那礼拜六呢 礼拜六考试 第一堂课就是牙医嘛 牙医就是 轻松的 反正就是 牙钛 牙钛跟这个牙柴 轻松考 随便考 然后那个解剖 骨头就不理他 就不理他 然后可能就是那些咬合学的地方 就稍微注意一下 牙医就自己感觉 不错不错不错 那牙二就是固定嘛 固定就是考那些烧尺步骤啊 然后除气啊那些等等的 固定部分其实也就还好 那到下午第一堂课 是不是就是大家 最讨厌的那个 RPD大魔王嘛 那在RPD的时候呢 哎就写着写着 就好累啊 就没睡觉 真的真的 下午考牙三真的是好累好累 然后就啊写一写 不小心睡着了 然后睡到剩10分钟的时候 起来赶紧 赶紧这个写题目 当然就是牙三是我考最差的 因为真的睡着了 然后牙四的话呢 就是也是算是蛮轻松的一个科目吧 就是小而矫正跟法规 那小而矫正 你读多一点的话 其实分数还蛮好拿的 那这个学科就很这样子很平稳的 牙一牙二牙四考比较高 牙三考的就最差 就60分刚好几个 好 因为因为睡着了 礼拜天嘛 礼拜一 对对礼拜一 我还一直记得是礼拜天 礼拜一的话呢 是不是要考树科 那考树科的时候呢 那时候 科的是2 测切尺 跟2跟6吧 2跟6 到时候放个 照片在这边 2跟6 然后那个题目呢 很奇怪 就是前牙的时候 有说的是什么 指定代码念 是2侧 2侧 2侧 然后2侧 我以为2侧是 纯侧 就是我忘记2侧是蛇侧了 因为我在科牙的时候 尤其是在 学校的时候嘛 其实 科牙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写英文 不是写 baco bu 就是写linguo li 或是matheo 或是disto 或是okuso 就是都 基本上是写英文 然后就突然 哎 就是科牙 一个小时开始的时候 就有点紧张 看到2侧 突然想不起来 什么是2 2到底是哪里 2 2侧 我就一直以为是纯侧 还好 就是出来 一直很记得 就是因为我出来说 我朋友就问我说 哎 steady 你 2侧是不是蛇侧 还是2侧是夹侧 我就说2侧 2侧应该是夹侧吧 2 2是夹侧 的意思 他说不是 他就说 2侧是 蛇侧 我就 我就 听到就整个心就 吓了一跳 因为 指定代码面刻错 我会不会零分 会不会我 这一年 两年的努力就 报废了 然后就开始很紧张 就开始问问 发现说 还好 指定代码面刻错 只是扣分 不要刻错牙就好 这就是第一个 这是我在国考的时候 遇到最紧张的事情 就是指定代码面的刻错 所以要是你也遇到指定代码面刻错的话 你不用担心 只要不刻错牙 基本上都是还是会过的 就是只有零分的就是刻错牙 或者是排错牙 就这两个 那最后呢 还是希望 就是 我想大家应该是最 最有疑虑的就是说 为什么学科 不能够用电子考试 其实学科 可以用电子考试 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其他的像是 医检师 放射师 护理师都是用电脑的考试 就不用这么纠结 因为一定都知道答案了嘛 对不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就是希望说 希望哪一年可以改成 就是电脑的考试 然后再加上数科 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这就是关于我的 国考的一个小小回忆录 跟大家分享 那也恭喜大家已经考完国考了 可以开始准备寻找大家的工作 那在找工作之前呢 那大家还是要去留意一下说 个人自身的一个利益 到底薪水是多少啊 有没有符合相关的规定 大家都可以去做选择 那大家也不必要去评论说 哪间公司好 坏 就是不要去选择就好了 那这些没有人的话 自然就会被替换掉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啦 订阅按赞分享 还是会持续分享很多 关于牙记的小小事物 那因为最近在工作比较忙一点 在新的工作环境 所以发片量比较少 之后会跟大家分享说 我最近的工作到底在干嘛 对还蛮有趣的 很想跟大家分享 只是最近工作真的太累了 在新的环境 然后很多要练习的 所以比较少发片 还请大家就是多多包容一下 对 那喜欢的话呢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我是一名牙记事 不能帮医生做讲呀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